沙娜的名字應該改成我要拼前七 小名字叫做別跟我打後七 出現右上方的是紅色的蟲族 祖戰隊土豆明 哎呀 他選擇了飛黃金礦 這是已經失川已久的絕技了 早年間這個戰術是非常流行的 那不用想這是要兩BB或者三BB 爆槍兵直接Rush到死 這個難度並不高啊 因為你算一下啊 現在人族開採 但是是黃金礦 每次採集都比你高 你虛不虛 非常虛啊 明皇現在是毫不知情的 但這個Rlod是可以看到的 修補給戰 這個地圖設計的時候 這個Rlod是可以看到的 因為這個黃金礦他能看到 這黃金礦在採 地圖設計的時候也是考慮到 就是蟲族是不怕這招的 一個按理說 神族是比較怕的 神族偵查的是不會偵查黃金礦 你看明皇的臉現在啊 明皇的臉已經是綠的了 你看明皇臉是紅的了 明皇的臉是透明了 這你敢信 你偷採黃金礦 你這是屬於 失川已久的絕技啊 大哥 別人偷採黃金礦 你居然 這麼明目張膽的還要裸霜 難道你是計算過的嗎 必然是兩BB至少先放下去啊 能防住嗎 我怎麼覺得有點慌呢 先放個雪池比較穩啊 真的是比較穩 至少你狗和皇后都出來的快 你可以協防一下自己的Rlod 對吧 雪池 不過這兩個BB稍微遠了點 通過建築學呢 人族還是要卡位的 可能他計算過 如果我是遇到黃金礦的話 我肯定第一時間放雪池 因為這張圖我還沒有遇到 就這個這個戰術啊是有的 但是我還沒有遇到過對手放黃金礦 所以我也沒有測試過 先放二基地 後放雪池 防守的壓力大不大 因為這個地堡肯定是要修的 農民已經過來了 找到了 不過你一個農民過來修地堡 我覺得有點不堅決 果然是啊 帶了四個農民過來修 就是突出一個修 對手也拉了很多農民 這個地堡修不起來了 看著防 補地堡 這已經拉農民來守了 這個Rlod 這波就一個槍兵嗎 一個槍兵有點虛 好 農民往前 帶隊 頂上去 殺對手農民 小狗出來了 我還真是感謝 看來黃金礦這個影響 造槍兵的速度還是有點影響 最早的時候 這個戰術 在那個叫做大都會那個地圖上 因為大家一般都偵查完四個點以後才會發現黃金礦 後來大家是去看亮萬塔 但現在 這波還是有點危險 還是有點危險 畢竟對手槍兵數量很多 馬上進地堡就是五槍兵 這個地堡能不能修好 帶了農民數量夠不夠多 好直接取消掉 這個地堡站在路口就比較穩了 人租回家了 看來還是能守住 但是一定要提前拖農民 不能讓隊手把地堡修起來 這 集結點 這個農民是損失的有點傷啊 兩個槍兵回去 在家裡面是修二礦 意思是三級地開在這唄 這屬於 下了霜氣 怎麼辦 沙納經濟依然是很好的 因為他採黃金礦 畢竟 這槍兵 相當多 狗子數量 我們來看一下 也挺多 能守這個路口沒問題 這個槍兵只能守守路口 絕對不敢晚上走 還隨時冒著被對手吃掉 一波包住吃掉的危險 要看沙納甩槍兵的能力了 看一下雙方的農民數量 小明18 沙納18 同時18個農民 大家已經明白了 小明的採前速度一定是比對手慢 好甩一下 哎呀你可別把絕境甩 這不是被包死了嗎 還好還好還好 甩槍兵的功底還是非常好的 這樣的話 利用這個地圖的邊緣不停的在挪動 因為狗沒有提速 提速才剛剛點 所以這波想包槍兵呢 還是費點刃 一旦有提速狗以後 剛才那個位置絕對是全吃這手槍兵的 沒包住 沒包住就是好事 接下來會走科技路線吧 因為霜氣的話 那就直接走到女妖吧 這只是現在沙納唯一的選擇 因為她女妖從這裡飛過去的話 比如說機場造在這兒 是吧 或者造在這裡 這裡可能造不下 我看一下 造一個應該可以 這邊搭個附件 也是可以的 然後槍兵在不停的甩 就是這狗 我覺得小明這有點激進了 進擊的小明 你就不該出來啊 你包這麼多狗 有提速了以後 完全吃掉這些槍兵 沒有問題的 小明著急了 雙中弓 真的選擇雙中弓嗎 爆火車 有前途嗎 提速狗 對火車 而且還都是單產 就是為了這個timing 就是他經濟好嘛 他多花點錢 他認了 就為這個timing 就是單產呢 但是你可以 停止交換附件的這個環節 或者說是搭載附件這個環節 就讓自己的兵在不停的出 我提速狗以後 槍兵就是浮雲 在野外的槍兵 就跟沒有一樣 雙中弓之後 又接了雙VS 我們看一下 雙VS在這裡偷的 對手看見了呀 哦 沒看見 差一點 就差一點點 這個視野啊 這個視野啊 這不會就 一波狗就帶走了 發生這種事 我很抱歉 莎納說 可我的計畫有些出入啊 這Boss能不能損失的 有點傷啊 我看損失的還剩幾個 損失了 十多個農民 這你敢信 小明沒有科技是吧 連氣都沒踩 踩了 這位 要不怎麼有提速呢 就是二本沒生 選擇毒暴蟲還想防一波呢 可對面已經雙女妖了呀 女妖進行時了已經 這都不需要研究隱身了 就女妖暴力一點 是吧 把皇后點光 盯著你的地堡點 因為雙女妖的話 就四女妖騎 騎射的話 殺皇后也好 殺這個正在建造地堡也好 基本上 一片礦肯定是丟了的 可以把對手打成單礦 雙VS有這個能力 而火車呢進行防守 這個房子真是尷尬 什麼都沒看見 哎呀這波火車在吃了的話 人毒這個地面就崩了呀 這幾個毒暴繞開 千萬不要損失 狗往前衝 毒暴 小狗 炸一下 女妖出現了 家裡面趕緊放防空 封路口封死 不讓對手出去 哎 你這是在騙自己 真的 你是在騙明皇 對不對 沙納還是有點鬱溫 破口破口破口 進去殺農民 好就差了一個毒暴 點掉了 nice 跟農民之間 互搏 還在抱女妖 家裡面防空還沒下 小明你這是在 鬧哪樣 你現在不下防空嗎 好趕緊放 主礦兩個 分礦三個 四個 這邊是 這邊是三個 那邊是四個 就突出一個 防空 連放七個防空啊 這邊也是 先放下 然後升二本 然後還在 不停的補皇后應該 欸這邊沒有補 怎麼辦 看一下女妖的數量啊 現在四個女妖 四個女妖 沒有隱身 沒有隱身了 找 找地方 選到這個 最初一個 建築學上的死角 毒暴重巢 還是很 很膠著 因為 人毒吧至少 現在 黃金礦是放棄了 因為本身沒多少錢了 危險係數會這麼高 對蟲子來說還是個好消息 別踩乾淨了 那不如飛到這裡再來踩吧 對吧 反正你壓制對手 三礦肯定是掉 小狗出來 狗的數量已經不夠看了 女妖已經達到了五架 搶點 搶點對手防空 再點基地 出了一個維京 維京目前沒殺房子 我懷疑是造錯了 三基地 三基地 好這皇后可以互相加血 nice 向後拉扯 微操作漂亮 五皇后 五皇后 戰四女妖 哎呀 出了這個 反隱範圍了 出了反隱範圍 損失兩個皇后 就基地 還是強點 就強點 nice 點掉 劍長蝗蟲已出現 家裡面放一龍塔 小狗又開始溜 路口路口封死 家裡面沒有兵的 所以說這個小狗 還有可能咬進去 沙納現在只有48人口 破口了 還好這邊有個基地 砍砍手度 轉型到地雷 這個地雷小心被炸到自己農民啊 對手狗如果溜進來 正好在農民身邊的話 這些農民就已經遭殃了 這邊留了槍兵跟死神來防守 現在只有四個 沒魔法的女妖也沒血 需要維修一下了 龍塔好了以後女妖就是擺設了 這邊是選擇了幻腹劍 雙升攻防 研究新文技和護盾 人族的人口落後相當的多呀 冰影碗會飄 那野外這些不集戰就是 拱手送給重租 重租這個農民數量還是很健康的 54個 而人族只有30個 沙那 面對下一波的飛龍該怎麼辦 自己的槍兵數量的積斷是極少的 不過防空已經修起來了 監察蝗蟲進來看一下 哎 一把冰影飄回來了是吧 那我一會兒溜點狗 這三個房子就是我的了呀 這個維京死追 終於殺掉 女妖回來不能忍 脾氣就是這麼暴 飛龍過去教女妖做人 女妖是可以隱身的 所以監察蝗蟲沒在的話 還是殺不死 還是殺不死 殺不死我可以拆房子嗎 進去的話我估計有點難 因為對手肯定準備好防守 哎呀這兩個雷 這你敢信 得亏有一顆雷炸的那個 不過兩顆雷也是炸不死的 就是一片啊 還好是躲開了 這三個房子就是送給你的 女妖撒了把雷達清一下軍塔 雙方是步入到了18分鐘 剛才的18分鐘 兩邊已經156人口了啊 已經開始升三宮了 而現在的18分鐘 你會發現重組三礦還沒開採 簡直是無情的 所以這個Rush人組打成這個局面啊 我覺得還是黃金礦 在這個箱底圖上會被重組太早的偵察到 如果說重組 比如說啊很偷的兩礦開局 然後掀器礦後雪池 提速開 堪稱世界第一偷的開局 可能就 人組就兩BB就帶走了 因為你偵察到對手 就是這個開黃金礦的兩BB 你肯定會拉農民過來防對手修地堡的 能不能開出三地地 刹那對運營的掌控還是不錯的 但是這一次如果你依然不選擇 地雷的槍兵地雷的組合的話 我認為刹那後期還是打不夠土土明的 目前人口方面土土明領先30 再拆掉幾個房子 繼續把自己的優勢擴大 四礦 火車匣 提單火車匣 讓他來代替AOE嗎 可是他明顯沒有寡弗雷來的實惠啊 這個東西你秒不掉對手的 這些大量的毒寶和狗 炸一下的話多疼啊 這個還有一個開火速度的問題 開火速度還有一個調整位置和上面攻擊的問題啊 這時候狗 看一下這波人的出門 怎麼辦打正新聞記 這打得有點著急了 因為這一波浪費自己的血量啊 因為這一波浪費自己的血量啊 是很虧的 自己只有兩個一撈挺 這每打一陣新聞記 重逐就特別開心啊 這兩個皇后 在不停的為自己的種族視野發展 做著蓬勃的貢獻 突出一個鋪 突出一個鋪 鋪倒的鋪 他為何算我防沉迷呢 我明明沒有在線兩個小時 你告訴我如何沉迷 請你告訴我如何沉迷 你已經累積三線就三小時了 大哥的大呀 你這不是逗我嗎 剛剛還兩小時 現在就三小時 我這遊戲 這個賬戶才開了多久 這是我專門錄視頻的遊戲 一個賬戶 這是怕有上自己的號呢 別人蜜我 等一下 好正面人都已經開始交火 從水量上看 人都還算健康 飛龍這不回來嗎 這屬於換家呀 行不行啊 人族居然 人族居然被炸成這個樣子 那他肯定沒有勇氣往前衝了 只能回家了 但是人族人口時間也報到153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一個防空 一個防空修得住嗎 這農民得死多少 已經開始 shift鍵擊殺農民了 防空也倒了 再拍幾個防空 MM部隊回救 這紅血MM部隊 雷神到了 雷神到就別打了 如果是紅血MM 還是可以反身A一下 全部把他彈死的 小狗毒爆 小狗毒爆 哦呦這 這屬於硬炸的 根本看不見對手的寡夫雷在哪 硬炸流 好 自己也死了 點掉 一百五十三人口打一百八十三人口 小妹那邊繼續在變毒爆 這邊靠火車俠打 真的不靠譜啊 這火車俠數量也不足以燒掉對手前排所有的部隊 真的不到寡夫雷啊 有你雙雙叉叉叉那種 是吧 數量沒那麼多 我在想這個東西 還是 比較穩定的 因為他 人強厚 看一下還有多少農民 人租只有26個 重租有72個 看來大局一定啊 矿羅全部砸在矿上 但是基地掉了 家裡面攒了毛毛多的部隊 人租現在只有一種 唯一的打法 就是擋過兩百人口 把基地飄飄好 然後 堵著對手門口打 帶著自己的兵營往前飛 對手飛龍過來了以後 兵營還能吸收一些彈射的傷害 對吧 兵營 基地一起帶著 直接全家老小一波 兩百人口 就是A不死你我就 我就雞雞 A的死你你就 你就躺 你要想跟我換家 沒門 我帶著帶著全家老小出來的 家裡的補給戰給你打 農民給你殺 農民都直接拉上來 我看重租這波 沒有沒有飛龍 硬碰硬的強吃 狼王火車根本擋不住 全部炸光 基地我們恭喜一下小明 是2比0戰勝的對手 不過這個開局呢也是讓我們看到了 如果你打神族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對方如果不偵查的話 會死的很慘 但是神族肯定偵查呀 因為人家造完兵營以後 怎麼也會出來看一看 所以你要偵查的時候也注意一下 黃金礦呢 找不到主礦沒東西 趕緊來黃金礦看一看 對手的戰術選擇 小心被對手修地堡 好吧 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由 幫助大家的心中的解說 同時也希望你能繼續追蹤 我的下視頻感恩收看